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G给您带来的Jungle Xamu实战购物系统 我们前面的一节课已经学习了模型的变更与同步 在更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用admin后台来管理我们的添加的模型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购物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admin后台来添加产品以及添加产品的分类 我们有了产品以后 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面把它呈现给来 呈现给我们的顾客 要达到这个效果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URL的配置 也就是说我们的顾客访问哪个URL能够得到哪一个页面 对吧 然后那个页面是怎么样的一种逻辑来进行处理和渲染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所讲的内容 首先一个呢是配置URL 打开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那个catalog这个APP当中呢 我们新建了一个URL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在里面呢我们写上了这样的几行代码 首先呢是导入了URL这样的一个模块 在里面导入了URL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用来生成URL的路由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那个写法 首先呢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这个正则表达式里面就指明了我们的那个URL的路径 应该怎么去匹配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是我们处理这个URL的函数 我们是在那个view里面写的 待会我们再来讲view 也就是这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东西都没有直接一个开始符一个结束符 就表达的是呢我们的跟路径 当前也就是说我们访问APPcatalog这一个应用的跟路径 它的处理的函数呢是由views.index这个函数来处理的 第三个参数呢它是一个字典 一个字典当中呢 你可以定义好几个不同的key和value 然后这个key呢在我们传进那个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这里就是传进index的时候呢 它就是以前面的key作为变量名 后面的value作为变量的值 我们这里传了一个template name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模板的名字传进去 然后我们的模板放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的模板放在template 然后这里有个catalog里面 这里catalogindex这里面 然后第四个参数 这个url的名称啊我们给那个url取个名字 然后我们在模板里面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将个的一些filter或者标签 来获得我们当前的这个名称所对应的完整的url路径是哪一个 其他的两个这个category和那个product 它们两个的配置呢是和前面这个index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呢 这个category和product后面呢有一个括号分组 也就是正德表达式里面的分组 然后一个问号p开头的 我们给了一个这个categoryslug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路径匹配的呢将是啊 category这个应用下面的跟路径下面的category这个子路径在下面一个层级 在下面一级里面 它的这一个模式必须要符合我们当前选中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啊 它才能够匹配到 然而呢这个url路径它处理的函数呢是show category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我们来再打开我们的那个views里面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定义了三个函数 一个是index 一个是show category 一个是show product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url里面所关联的啊相对应的呢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这个整个一个配置完了以后就告诉了我们哪一个模板应该用哪一个视图函数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render render就是来渲染模板然后request这里的那个request呢是jungle的通过前端发送过来的请求所有的相关的变量都存在这个request里面 然后这里的template name template name是我们开先配置在那个url里面的看到这里的template name 然后这个模板里面这个路径里面url路径里面也有名称也有变量的名称 匹配到的这一个我们也可以把那个url当中的某一部分作为一个变量传入我们的视图处理函数我们来再进行相关的处理 我们来到这个变量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直接把它给写在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个函数的那个传参里面的对吧 记住了它是在前面而然而我们的template name是放在后面的对吧而且从我们的url里面也可以观察到这个在前面啊然后这个template name在后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好我们现在拿我们的这个product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整个一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 当我们访问catalog这个应用的时候呢然后再访问他的下一层级product他就会匹配到这一个路径匹配到这一个路径的时候呢再去匹配一个product slug product slug相当于是产品的名称匹配到这一个的时候呢就要来通过这个视图函数来处理这个url 这个视图函数去product然后来处理以后呢把处理的相关的结果很多和那个产品相关的变量然后反馈到我们的模板上来也就是product html 反馈到这个里面来以后呢然后浏览器再去渲染我们的html啊就可以得到那个顾客想看的内容啊 我们看到这里先是把我们的request传进来request也就是jungle的请求的对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产品的slug还有一个就是template name和我们的那个url里面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这个视图处理函数里面我们是先得到一个当前的产品啊得到一个产品根据这个slug去获得一个产品我们在后在前面的两节课里面讲到了我们的这个slug 必须是必须是唯一的一个产品只有一个slug就相信是一个唯一的名称好了得到这个唯一的名称以后呢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产品是属于哪一个是属于哪一些分类的对吧我们用filter它是并且是激活的处于激活状态的分类啊我们把当前产品的分类就存在了那个categories这样的一个变量里面 而那个page title我们的page title呢也就是当前页面的标题html标题啊是用的product name来做的我们这个page title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页面我们现在做完了以后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得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过后呢就有一个产品然后在这个产品里面我们看到我现在鼠标选中的这个就是productslug也就是它的相当于是一个名字一个唯一的名字好然后它的路径是product然后是这个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我 这里为什么不是catalogproduct呢因为我们在rooturl的配置里面是给它做了一定的配置的啊待会我们再讲好来到这个页面以后呢就得到就会浏览器就会向这个url发起请求发起的请求呢就是我们这里得到的这个request对象以及这个productslug就是我们从url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template name就是我们前端要渲染的那个模板的名称叫做product.html得到以后来访问当前的这个页面当前这个页面当中的图片以及它的名称还它品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到就从这里来的好了回到刚才说的这个page title它是干什么的呢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浏览器标签 最上面有一个这里的名字在我们访问京东这些什么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是这样子啊是有利于seo的然后我们审查一下页面的原代码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title对吧就是这个东西这个title标签 好了然后这个meta keywords以及meta description呢就是也是有利于seo的我们在这个meta keywords meta description好了然后我们来看到他就用那个render函数呢处理当前的这一个请求渲染的是这个模板这个local就是把当前的这个函数所有的局部变量 传选给我们的这个render函数这个render就拿着这个这一些就其实就相当于是这个p category以及page title还有meta keywords以及meta description把这些局部变量呢就传递给了这个template name这个template name是谁我们刚才在url里面配置讲到了就是html对吧product.html来到这里以后 所以我们这个前端就能够得到就能够得到这个html就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变量的值 所以得到变量的值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这一端把它给呈现出来给用户观看 好了然后再来讲到我们仅仅是在catalog下面来配置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整个网站的入口 是我们的最外层的这个url的配置 我们打开最外层的这个url的配置过后呢我们会看到这里加了一个东西 这一行也就是说根目录然后include这个根目录里面include了哪一个呢shopsysappscatalogurl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跟url的配置里面我们加上了catalog的url的配置 他就相当于是会把它给直接拷贝过来作为我们的jungle的那个url路由 他就会在这里面去查找 然后这后面还加了一个static以及settings.mediaurl和那个media root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的配置呢是用来处理我们用户上传的文件的啊 因为我们在像这个图片这个这个电脑的图片的产品的图片 我们是要从我们自己的电脑上面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端的啊 所以这个mediaurl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就是搞这个事情的 然后media root是什么呢 media root它是一个在相对于我们项目运行的一个绝对路径 而这个mediaurl它是我们网站访问的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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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标签也总打开我们打开一个打开一个那个图片 我们来看到它是整个访问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ettings.media root我们是怎么配置的呢 我们先来打开我们的settings 好打开我们的settings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media root 也就是用户上传文件的位置 这是哪一个space.dr media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相当于是哪一个 相当于是我们的opt shopsys然后media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当中呢 我们就存放的是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mediaur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网站当中访问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写的不是服务器上绝对路径的位置 而是相对于网站来访问的那个位置 然后再是products.gp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明白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了 看到url的配置 url的配置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来讲我们的那个模板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它是怎么来从静态转换到动态 我们下节课再讲